2020对于日本人来说不仅仅是新的一年 还是第一个令和新年 为了迎接全新的时代到来 这几天日本人可以说是忙翻了 到处都是出来采购年货的民众 新干线各个路线的列车也是几乎斑斑克满 好但是根据气象预报 北部沿海地区恐怕会在除夕还有元旦出现暴风与天气 也提醒要前往日本的观众朋友要多留意 镜头回到台湾来 2020爱在桃园幸福美好跨年晚会 在31号的晚间将会在桃园的高铁站广场来热闹登场了 尽管前一天雨是不小 但是白天包含了湘明老婆吴卓元鬼鬼 还有蔡亚文跟许富凯都照常加紧彩牌 姐姐谢金燕也现身舞台走位 还有的粉丝就是为了近距离一读偶像风采 不顾风雨前一天就来搭帐棚卡 高雄市有超过30多年历史的 一德劳工夜市日前金船 国内最大的眼镜连锁品牌 40周年大走文清风 特别和日本京都潮牌联名 推出了上百幅知品文样 每种款式都可以看得到金属框上 有特别的像是微笑一样的彩色花朵 感谢您加入这一节的民事午夜新闻 我是刘芳慈 今天最后我们带您到中国 一块来欣赏相当精彩刺激的